赵国名将赵奢有个儿子名叫赵阔 他从小就跟父亲学习兵法 能把兵书背得滚瓜烂熟 赵阔谈起用兵打仗 总是引经据点 头头是道 赵奢是个有经验的军事家 可是谈论起兵法 却没办法难倒赵阔 于是赵阔到处夸耀 在军事上 天下没有一个比得上他 赵奢看到儿子这么轻浮自负 就嘱咐妻子说 用兵打仗是件凶险的事 赵阔却以轻率的态度看待他 将来必定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如果国家真的授予他兵权 赵国恐怕要毁在他手里 公元前260年 秦国军队围攻赵国的长平 当时赵奢已经死了 赵王派老将连波带兵抵抗敌军 连波采取固守防御 秦军围攻了三年多 都没法把长平攻下 于是秦国派间谍四处散播谣言 说秦军最害怕的是赵国年轻的赵阔当统帅 赵王听了信以为真 认为连波年纪大了 不敢跟秦军打应仗 就决定派赵阔代替连波 当时倾向令向如得知赵王 要让赵阔取代连波的事 便去劝阻赵王 说赵阔只会死被兵法条文 根本不会灵活应用 您派他去指挥作战 恐怕会打败仗 赵王不听令向如的话 赵阔的母亲知道了 也连忙给赵王上书敬见 引述了丈夫赵奢生前的告诫 恳求赵王千万不要重用赵阔 可是赵王固执己见 拒绝一切忠告 赵阔掌握了兵权 更加趾高气扬 目中无人 他一接手 就根据兵法条文 再加上自己主观判断 改变了连波的作战计划 他又连连撤换将领 任用一批亲信 结果把军队搞得乱七八糟 秦国知道了这种情况 就暗地李伟任有经验的白启为将军 指挥作战 白启布置好扶兵之后 就做出大军撤退的假象 同时暗中调兵切断赵军的两道 赵阔对敌方的情况一概不知 他盲目下令赵军向秦军发动攻势 结果一下子就中了秦军的埋伏 秦军把赵军结成两段 使他们首尾脱节 联系中断 然后加以围剿 赵军被包围了四十多天 粮草吃完了 赵阔无可奈何 只好带兵突围 经过一场激战 赵阔被秦军乱箭射死 赵军将士四十多万无所逃顿 都成了俘虏 投降秦军 后来全部被秦国坑杀了 秦军拿下长平 赵国的前途就这样被指挥 指上谈兵的赵阔断送了 文章分析 只有理论而没有实践 只有实践而没有理论 都不能成功 指上谈兵 这个成语故事 就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 赵阔熟读兵书 却没有实际的作战经验 结果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 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塑造了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 一个是赵奢 他大公无私 为国家前途担忧 深怕赵国会毁在自己儿子的手中 另一个是赵阔 他年少气盛 趾高气扬 任用亲信 盲目相信兵书上的理论 结果惨遭失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